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名是民主党的议员 还有76个共和党的议员 已经超过了众院的半数 当然了这个本身并不是说法案就一定能够通过 提名和最后投票支持不是一回事 另外以前也有过在众院通过 最后在参院没有通过的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法案 虽然有的人会认为非常不公平 看起来很不合理 但是还是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的支持 但我们再重温一下 说这个法案主要是由印度出生的申请人来支持的 主要内容或者说实际效果就是说把职业移民的名额更多的分给印度申请人 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 说印度申请人已经等了更久 那么有更多的人较早申请 有较早的申请优先日期 还在等待 包括很多的IT公司工作的 这个不公平 这是印度人的说法 另一方面那么会影响到世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因为职业移民绿卡的总额是一样的 有的国家人拿得多了 其他人自然就拿得少了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大家知道每年H1B工作签证有配额 这里面有一大半都会给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就印度 这样印度有很多人在美国用H1B工作签证 但是另一方面绿卡的名额有国别的限制 所以这些人拿到H1B工作签证以后 下一步如果申请绿卡的时候要等很久 目前就要等10年以上 看起来将来还要等更久 相应的印度出生的申请人提出要求取消 或者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绿卡的国别配额 具体的法案内容可以参见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详细的分析 那么当然大家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增加职业移民的总名额 这个应该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在政治环境下要达到这一点比较难 那么印度人的策略看起来是说 我先拿到目前名额里面更多百分比 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受到影响 他们自然会去推动总名额的增加 那么这种法案如果通过短期来说 对中国的EB2EB3的申请人应该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因为至少按照目前法案的写法 这个名额可能暂时会增加 目前法案里并没有提到EB1方面 EB5也不在前几年的法案里 现在加在这个法案里 所以理论上对中国的EB5投资移民申请人也是一个利好 但是是否能够一直留在法案里 还要看在立法方面的运作和游说 那么EB1的申请人数量越来越多 法案通过从好的地方来说 可能会减少一些比如印度申请人对EB1的需求 但是从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增加其他国家的申请人对EB1的需求 它还是有一个复杂的后果 当然从目前来看吧 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法案HR1044 估计还是比较难通过的 但是我们从中间能够学到什么呢 比如说申请需要充分的自信 找到理由 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可以强调说排期等太久 不公平 然后还有过去几十年里 绿卡名额上限是多少多少 发绿卡的实际的数量没有达到上限 所以绿卡名额没有发足 需要把它再补足 另外在比较重大的法案推动的同时 还可以推动其他方面较小的改革 比如说像拿HR1B工作签证 在绿卡申请期间可以超过六年 换工作可以保留原来的优先日期 对绿卡申请有利 拿HR1B的人的配偶可以申请H4EAD等等 这很多都是在印度申请人的推动下达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坚持 是吧 很多像这个法案 一年又一年 失败了很多次 但是支持者仍然在继续的强力推动 这些事情对于中国申请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知道在美国 从印度出生的 拿HR1B工作签证的人都 但另一方面来自中国 拿F签证的留学生数量 比印度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 拿这签证的访问学者数量 也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多 也可以推动类似的 比如说对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有利的改革 比如说可以增加OPT的总共的时间 减少对使用OPT的限制 在美国已经取得一个学位 尤其是本科或者以上的学位以后呢 在读第二个学位的同时 那么可以考虑有更多的工作许可 在校期间就允许工作 类似的呢 比如说可以推动说增加J万签证有效的时间 减少对于J签证的限制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像拿F2签证的人 在一定条件下 比如说配偶的140批准以后也可以工作 或者呢 尤其是在I140申请批准以后 排期到了以前就可以申请EAD继续留在美国工作 有的人可能认为啊 这个是好重大的变化啊 很难实现 实际上也不一定 比如说你可能听说过DACA Dreamers 是吧 像这样所谓青少年时期来到美国 他们现在身份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 目前的规定 他们可以有EAD作为身份的证据 也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 光是发给这些人的EAD 每年就有几十万 近百万 那么相比之下 I140批准的人拿到EAD 这个数量呢 并没有那么多 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增加护照上面的签证的有效期 尤其是H1B回国更方便 当然这一点呢 也是对等的啊 这也要看中国给美国公民签这种效期多长时间 那么另一方面大家知道呢 在排期存在的情况下 EB1杰出人才类别的申请 有可能会比以前更难批准 当然一方面呢 需要申请人自己更好的发掘亮点 要早做准备 要考虑呢 在排期期间 在美国的签证状态以及工作许可 这个我们已经讲到 没有这个排期 除了将来的绿卡 还要考虑目前的签证问题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目前在这种法案还通过以前 来自印度的申请人 他们的EB2和EB3类别的绿卡申请 要等很长时间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放弃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和潜在申请人 包括留学生 访问学者 在美国工作的专业人士 还有他们的家属 这个数量呢 也越来越多 如果美国移民法没有重大的改变 等待的时间呢 也会越来越长 申请也可能比现在更难 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申请人还是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促成改变 幸福不会从天降 需要自己积极的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呢 在等待绿卡期间 你也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然后在career方面有更多的提升 那H1B签证没有国别限制 那在美国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比印度还要更多 那么但是拿到H1B的呢 这个数量目前比印度少很多 这个是现状 但是呢 并不是不能改变 即使这个绿卡申请 可能要等待很多年 那么还是会有很多人申请 道理很明显 就像这个EB5投资移民 虽然要等很多年 对于这些人来说呢 如果他们在等待期间 能够有签证 在美国生活工作 很多人可能是愿意 继续等待来申请 那么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 专业人士 访问学者 已经有在美国的工作签证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已经处在有利的位置 另一种类型呢 是亲属移民 大家知道 尤其像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也要等很多年 但是就这样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 每年从中国 毕业800万以上的大学生 有的人呢 可能会觉得说 我自己条件很好 如果要我等的时间长了 两三年以上 我就不愿意 在美国继续等绿卡 当然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 不会每个人都是这样 像印度的申请人 已经有很多人 有很长的排期 他们当然还是在 积极促成改变 当然了 中国经济情况 平均收入等等 比印度要好 但另一方面呢 来自中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 恐怕比印度还要多 从这个角度呢 因此在的埋怨 消极的来看待 还是应该更多的考虑到 在美国等待绿卡期间 马照跑 舞照跳 你拿着工作签证 仍然可以达到career的提升 带来更好的事业发展 美国仍然是实际上 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呢 会发放上百万张绿卡 那么对于各类申请人来说 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途径 我们大家看到呢 印度人在面对一些不利的环境的同时 还是在积极推动法案的改变 从这一方面呢 中国申请人也要更多考虑到 现在和将来的申请形势 以及做出相应的准备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绿卡改革法案 HR1044 排期和申请前景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